嗨嗨大家好我是Karen 刚刚就是已经下班回来 今天收到一个很大的包裹在这里 这个呢是我嫂嫂就是寄来给我的补给包裹 这里面有一个食物大补给 从去年1月在疫情爆发之前 回台湾然后再回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台湾了 所以这一年半其实就是非常想念台湾的食物 那今天呢就是来开箱一下 什么是我在韩国会最想念的台湾食物 开箱然后分享给大家 哦对了然后呢就是今天在这个角度拍摄的原因是因为 觉得好像每一次都是在那个角落拍摄 所以说今天想说那换一个角度拍摄给大家看 才不会觉得每次画面好像都蛮单调的 我觉得我现在是韩国小富王 我觉得我现在是在韩国最富裕的台湾人之一 第一个呢是芒果干 在韩国就是有一些Facebook社团 他们会卖台湾芒果 但是因为他们一次买可能都是要12颗到16颗 那我就是今年就没有买 我去年有跟朋友很够 其实我真的超级想吃台湾的爱无芒果的 我少少就是寄来给我的芒果干 因为台湾的芒果真的是很好吃嘛 然后呢是口罩 像韩国啊主要都是这种就是KF94口罩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它戴起来还蛮闷的 就是没有像台湾的医疗口罩一样 就是台湾医疗口罩一样也是有病毒的防护效果 但是我觉得它相对来说啊 就是台湾的就是部门很多 就是我还蛮喜欢戴台湾的口罩 其实我当时就是台湾可以合法寄口罩来外国之后 我就有请我少少帮我寄一些这样 那因为这是空间的缘故 所以就这样子分成了好几包 因为刚好最近快要用完了 就是可以就是有一些补给觉得还蛮开心 拌面系列 乃哥输不起 输不起拌面 他说因为输不起所以要更好 好像还蛮常在PTT看到它的叶配文 那它的拌面其实好像蛮贵的 就是比起一般的拌面 那之后就是我试看看 再告诉大家我的感想是什么 还有 又是输不起拌面 有够多耶 就是销魂面铺 这个呢是我就是 是我少少说就是很好吃 所以他就是寄了一些给我 让我吃一点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中拌面 对我之前有给我拿票吃过 然后他很喜欢 然后没有一直想说怎么这个面呢 有办法那么的有嚼劲 然后跟刚煮的面一样 就是他很喜欢蒸拌面的口感 这个是太和店的焦香麻将拌面 太和店也是我没有吃过 虽然说其实现在在韩国 因为有很多就是台湾社团 都在帮忙带购台湾的食物 买起来相对方便很多 然后也会有一些人妻 住在台湾韩国的台湾人 会就在网络上卖自己的手艺 像我这次就有买粽子 我觉得很好吃 虽然说现在在韩国 要吃到台湾的家乡 会可能是越来越容易 但是我觉得 真的很想念 吃一个这种拌面 真的是会唤起台湾的回忆 然后呢 哇 这个呢是我的最爱 我之前也有买就是那个 福渊花生酱蛋卷 那之前朋友就来我家玩的时候 我有给他吃这个 然后大家都说蛮好吃的 但因为就是要寄来的关系 所以也是变成这样子散装的包装 然后呢还有 义美QQ球 这个好像算是还蛮多 韩国人是不是还蛮喜欢的台湾零食 太多了 台湾之光义美小豆腐 我觉得义美小泡芙 其实跟那个韩国的 Homorong Burger 还蛮像的 但是我觉得义美小泡芙 比较脆 所以比较好吃 杏仁 巧克力酥片 这个也是我给韩国人吃 韩国人都蛮爱的 然后之前我忘记 我没有跟我两个朋友吃过了 就可能给其他朋友吃过 但还没有给他吃过 所以就这次也买了给他 吃吃看来 更多的口罩 我现在是一个口罩富翁耶 首座夜黄素蛋卷 这个其实是我在台湾的厂商说很好吃 所以我就是有买一些寄回我家 突然发现我 永远有好多的蛋卷 我有买给我家人吃 然后他们都说很好吃 就有蛋香 然后我自己也想吃 所以我就寄给我嫂嫂 现在帮我带来 终于来了 这是康宝鸡汤块 康宝鸡汤块跟排骨汤块 我之前就是用完了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觉得任何汤 就是只要加一个这个 就会非常的好喝 然后我之前就是会 比如说减肥的时候 我就会煮番茄蛋华汤 然后我发现没有加这个 真的是不行耶 就没有加这个鸡汤块 那个味道整个就是非常的奇怪 想要吃个小火锅 或者是想要煮汤 想要减肥之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康宝鸡汤块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天啊 我现在又拥有了好多块 我又可以开始煮汤减肥了 然后呢 这个是鲜味炒熟 可以取代盐跟味精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 就是韩国的味精 我有点 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买 比较好 所以我想说就是既然台湾有 那我就请 找找一起帮我寄过来 叮 我发现这样拍摄的一个后遗症 就是脚很酸 然后呢 这个是酱油糕 我觉得 就像我之前在卤肉的时候就有人说 他觉得 用韩国的酱油糕 或者是蚝油 卤肉起来就是味道不太一样 所以这次就有请我嫂嫂 就帮我买了一个这个 然后呢 其实我在韩国就是非常想念台湾的 青州小菜 大帽黑瓜 还有 面筋 天啊 我觉得我可能 明天就想要立刻煮一锅粥来吃 然后配这个黑瓜跟面筋 我以前是在台北的时候很喜欢早餐吃粥 我觉得早餐吃粥真的是对身体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然后他还记了菜脯 冰在冷冻库就可以拿来煮菜脯 菜脯能啊 可以就是煮咸粥等等 这样子 之后就是有机会再来拍给大家看 对 现在里面整整都是一些拌面 我突然成为 神宇宙的拌面富翁 怎么这么多拌面啊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靠这些食物吃很久 这样子 开完香了 我的外卖还是没有来 我今天点了麻辣糖 因为就想说 今天刚好有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 所以就想要吃个辣的东西 稍微输解一下我的压力这样子 谢谢嫂嫂就是第一食物补给来给我 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寄东西给海外的朋友 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清单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就是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我的韩国生活 也欢迎就是追踪我的Instagram 跟我的Facebook粉专业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 拜拜